我们总说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但最终留为一句玩笑 而有些人却把这句话 变成了生活的写照 我的名字是Abraham Garwish 我从英国 我生在Dierborn, Michigan 1980年 我离开Michigan 我开始我的旅行 在黎巴嫩 墨西哥 巴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比起过日复一日的全机生活 不如去领略世界各地的风采 他说 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这里悠然而浪漫 山是静默的 水是倦勇的 富有节奏而充满生机 高大坚固的城墙 富足繁华的市井 在浓厚的古都气息里 正悄悄地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 而三个月前 他刚在山西大同举行的王者有道 天下大同 盖世拳王 WBA世界拳王争霸赛 十二回合的 迷你最轻量级金腰带争夺战中 帮助熊朝中打败泰国选手 潘亚 普拉达斯里 赢得世界拳王的强制挑战权 每周六的下午 是亚伯拉汉的健身时间 同时也是他对哈瑞的指导时间 前臂和手肘是最主要的格挡部位 但激烈的对抗是受伤 司空见惯 可能会跌倒 但一定要站起来 他们说 没有疾病,没有疾病 是平常的生活 当我感受到困难 当我感受到困难 我会训练习 但我认为困难 是这一部分我的生活 我经常说三个语言 四个语言 这也会通过 我经常说三个语言 那是我的语言 我经常说三个语言 因为是一贴子的神 你就是谁你现在 你现在 任何你想做现在 改变 你现在可以做现在 我一直找到什么挑战 所以我开始学习英语 到学生在中国 你怎么会成功? 为什么人们会成功? Is it because they are smart? Or are they just lucky? And get damn good at it There's no magic Jus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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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each IELTS IELTS to juniors and seniors And I also teach in middle school English regular English classes A really good school 亞伯拉和課堂上認真負責 生活中也是同學們的好友 我覺得作為上英語科的他跟上群聚科的他 其實兩個人的反差是特別大的 因為在英語科上面 你可能看到的是一個相對和蔼的老師 但是在生活中在全技方面 他可能是一個非常嚴格 以及非常狂暴的教練 Life is an adventure I think you only do it once So do the best you can You get through You push through You work hard You keep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You're gonna become great As long as you keep doing it You never give up It'll become easier for you Your job is easier Your life is easier You're happy I'm fighting somebody My adrenaline is going And when they hit me I don't feel it But when you calm down And you're at home And you're in bed Of course you feel it And you remember the pain And you live with the scars It's part of who you are 通常他會利用周末進行采購 營養的均衡和自律的生活態度 使他有個強壯的身體 走進超市 琳琅滿目的商品映入眼簾 熱愛中餐的他首先挑選晚餐的食材 里脊肉含有人體必需的氮基酸 而且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 雞肉含有維生素C和E 而雞胸肉又是減脂增肌的首選 他不要雞腳的習慣也被電源熟知 I enjoy my life I enjoy my job I enjoy my family I enjoy my friends I enjoy my students 亞伯拉罕直面挑戰 享受生活的理念 潛移默化的影響身邊每一個人 現在他又要踏上一段旅途 開啟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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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